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你想知道山胡椒吗 想了解它上亿年的历史吗 它们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 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中国地理探奇将为您展现一个多姿多彩的山胡椒世界 中国广西的维州岛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 在每逢退潮时围绕岛屿的浅滩上 会露露出无数形态各异像礁石状的东西 它们看上去显得非常凌乱 也看不出有什么独特的风貌 但是它们在这里已经存在了上亿年的历史 无论在地球历史演变中 生物要经历多少劫难 它们始终是维系着许多顽强生命的家园 它们被很多科学家看成是我们这个星球上 最古老 最多姿多彩 也是最珍贵的生态系统之一 年年都有观光客造访维州岛上的珊瑚礁 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 只能等到退潮后才能看到它们的样子 但是在公元2000年以前 这里的景观并非这样 由于珊瑚沙被视为是上好的建筑材料 维州岛长约两公里 曾被公认为是最漂亮的珊瑚沙滩 早已成了梦中美景 大四彩娃珊瑚沙造成的恶果 如今让很多人看上去仍然触目惊心 在很多人的眼中 珊瑚礁的经济价值要远远大于它的生态价值 望却并忽略了它对于海洋生态系统 以及陆地环境的贡献 我们随船前往 离杜丽只有五六海里的海域 在这片海水下 珊瑚礁相对保护的完好 奉命执行这次水下拍摄的摄影师是郭征 他在维州岛生活了十多年 鸡鸡给我 先给我鸡鸡 等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郭征拍摄的 它像那些珊瑚礁游去的时候 让我们从内陆地区来的人 第一次看到水下的珊瑚礁 乍一看 这些珊瑚礁看上去 很像海底的一块块礁石 它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 当摄像机靠近它们的时候 我们才分辨出珊瑚礁并不像岩石那样 一整块一整块的 而是形态各异 交错组成一个庞大的水下建筑群落 事实是珊瑚礁的形态 来源于居住在其祖先古化石上的生物群落 它们是由死去的珊瑚 海藻 软体动物 海绵的遗体 遗留下来的骨骼 珊瑚礁是珊瑚礁经过一个地质作用以后 形成了珊瑚礁 珊瑚礁的时候是地质上一个概念 专家告诉我们 在生物死后 它们留下了自己的骨骼 这些残骸和其他东西堆砌在一起 构成了其后代生长的基础 经过了数千年 珊瑚礁的外形 才会变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样子 它十分巨大 而且能够蔓延数千里 让人不解的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复合体 它的存在 对于海洋 对于周围环境能有什么贡献呢 跟随着摄影师的镜头 继续在珊瑚礁上探寻 我们可以发现各种漂亮的鱼 在珊瑚礁周围游来游去 在礁石的各个缝隙 都能发现各种栖息的生物 对于成千上万种生物来说 珊瑚礁仿佛就是它们的家 这些多种多样的生物 甚至有些我们都叫不上名字来 那么它们的存在能证明什么呢 珊瑚礁同样的 它的物种是非常多的 它有好多物种的时候 现在都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多 物差很丰富 种了也很多 实际上多样性是比较高的 专家告诉我们 珊瑚礁的面积 其实只占海洋整体面积 很小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 我们所知的生物物种中 却有很多依靠珊瑚礁生活 每年的三四月份 鱼类繁殖的季节 许多鱼妈妈会在珊瑚礁中产卵 成长到一定程度 上万条小鱼会从这里游出 游向深海 其场面微微壮观 对于海洋来说 珊瑚礁的贡献之一 就是保护了海洋中 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也正是因为珊瑚礁上 这些丰富的物种 使珊瑚礁成为了地球上 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 既然是生态系统 就必须保持平衡的发展趋势 让人感到好奇的是 这些像礁石似的家伙 它的缝隙以及各个地方 可以为各种动物提供住处 可是如何为他们提供各种食物 以达到平衡发展呢 在深胡椒这个生态系统中 充当最初食物生产任务的 一般是微生物 藻类 它们构成了这个复杂链中最基础的一环 作为植物 它们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释放氧气 而主要消费者无脊椎动物 比如珊瑚 靠它的触手捕食 吸收氧气 与藻类产生互利的关系 它们如同每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一样 演绎着生物圈生生死死的循环故事 专家告诉我们 正是有了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才有珊瑚礁对环境贡献最大的一面 那会是什么呢 最近有科学家通过少量的森业 说了珊瑚可以利用很多物质 像细菌碳也能利用 有的人还发现 其他生物不能利用的高碳的拉茲 珊瑚能利用 那么这个就增加了珊瑚的碳的来源 珊瑚礁生态系统必须保持平衡的发展趋势 由于珊瑚礁在不断地生长 构筑碳酸钙或是石灰石的珊瑚架 这个生态系统不断地释放氧气 在有珊瑚礁的地方 更多的二氧化碳可以由空气进入海水 因此珊瑚礁等于在吸收碳 在全球温室效应日益严峻的今天 它与森林热带雨林一样 可以释放氧气 保持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 这是它对环境最大的贡献 在水里潜了一天的小国上岸后 也与我们谈起了珊瑚礁 它的一句话让我们对珊瑚礁有了另外的认识 珊瑚礁最大的对维州岛贡献就是保护维州岛 这自然的防抹地有这么好的防抹地 就是说是最好的 珊瑚礁往往处在海岸线附近 所处的位置与陆地相连 所以珊瑚礁就构成了海岸一条天然的保护墙 当海上高潮冲击沙滩时 这堵墙就像一个堡垒 可以减少海浪的破坏性力量 珊瑚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 一个非常小却珍贵的部分 这个隐藏在海里的生态系统 不但像一个温暖的家 保护着海洋中各种生物 而且进行着有条不紊的工作 保护环境 保护着低岸和岛屿 美丽的珊瑚礁 有着多彩的颜色和丰富的生物 然而美丽的不只是这些外表颜色 更重要的是 它为生物为环境所做的贡献 而体现的内在美 如此神奇而美丽的生态系统 我们更应加倍珍惜